我们如果 我们如果在身材很好的时候 我想我们身体的表面积是小的 但是当你的身体慢慢的变胖了 慢慢老化了 你的身体的面积会变大 一样的 今天我们的扇气 它其实上就是像这种身体扩张过程 它会产生一个缺陷 一个动 以前的做法是把它打开之后 两边那个洞的两边把它缝在一起 再把它缝回来 刚提到的一件事情 我们的表面积其实上是在增加的 你硬把它拉回来 其实上它那个地方还是承受同样的张力 第二个你在用力的时候 那个地方被拉扯到 其实你会有疼痛的感觉 所以这叫做有张力 这叫有张力的一个缝 在一个洞硬关起来 没错关起来了 可是实际上你用力的时候 它可能会被拉扯会痛 所以现在新的方式就是这个洞 我们也不把它拉回来了 贴一块人工附膜贴上去 东西不要掉出来就好了 东西不要掉出来就好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现在新的观念 无张力性的一个修补 所以今天不管你是用各种不同市售的人工附膜 不管是可吸收不可吸收 或是里面还加上一个盖子 盖子为什么有盖子 当一个洞在这里 我们的肠子每天有这样进出 你把它盖起来OK 没问题肠子就不会出来 但是还有一种就是 那个洞伤很大 造成你很大缺陷 那我们就用一个锥撞的一个 已经定制成型的网膜 把它盖住这里 其实应该是往这个方向盖 这时候你的肠子就比较 更没有机会可以往这个地方 有一个直接的力道传出去 所以有一些我们看到比较大的一个肚子 肌肉一个很大的缺陷 我们会用一个不只是盖一块膜 我们还会有一个往内的一个 一个定制型的网膜 然后再加上外面再盖一块 哇这样子就两个力道合在一起 除了让它肠子不要跑出去 补掉那个洞之外 还有把那个力道卸掉 让它不要说直接往那个洞继续冲 那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些定制型的 至于说可吸收的话 可吸收的部分 应该说这种网膜有两种 这种网膜如果直接接触到肠子 我们怕它会跟肠子产生沾黏 那这样子沾黏绝对是没有一个人喜欢的 所以有另外一种 它其实可以跟肠子接触 而不会造成沾黏 这是另外一种 可以不造成沾黏的一个人工附膜 而这一种会比较贵一点 但是不管怎么样 有时候我们真的也没办法 一定要让肠子跟它没办法完全分开的时候 我们会用这种不造成沾黏的人工附膜 去做一个修补 我想现在科技真的 材料过程真的进步很多 还有硬一点的 软一点的 网膜大一点的 网膜小一点的 但是我想缝完之后 让病人感觉舒服是最重要的 谢谢大家 这个递递递递递递递走 感谢观看